想必大家都关注过陈哲远和赵露丝的恋情 就在前段时间 有网友爆出赵露丝陈哲远共同参加了同一款高涉品牌代言 当时的陈哲远身着一件白色西装上衣 搭配一条黑色长裤 整个人显得十分帅气 优雅 而露丝则以一身蓝色丝绒长裙亮相 整个人都显得高贵优雅 可以说当时的陈哲远和赵露丝 男帅女美真的好的 而且当时古池官方发了两段文字宣传 一个是陈哲远的奇幻之旅 一个是与赵露丝的浪漫邂逅 所以连起来读便是陈哲远的奇幻之旅 与赵露丝的浪漫邂逅 不得不说古池这个品牌方式会宣传了 此外相信西新的网友也发现了 古池官宣文案上的一些字眼 眷恋的思绪奔赴远方 与有人惊喜相逢 这不就是远赴相思吗 真的也太甜了吧 所以请把陈哲远和赵露丝这一对给小编锁住 况且陈哲远和赵露丝是有点缘分在里面的 早在五年前的超新星运动会上 两个人就一起报名了同样的射箭项目 那一年赵露丝以元气运动少女射箭名场面出圈 陈哲远则是拿下了当年的男子担任射箭冠军 之后在同一年的爱奇艺粉丝加年华里 露丝和陈哲远就同框过 当时露丝的位置就在陈哲远的后面 那时候两个人可能都不太熟悉 并没有言语交流 之后到了2022年的微博世界大会 当时无路可逃的热度空前高涨 大家都很期待吴磊赵露丝的同框 可以的是那一年吴磊没有现身 但命运的齿轮并不会就此停下 所以陈哲远就出现在了露丝的后面 这也是他们的第二次同框 可能这就是命运的安排吧 所以之后陈哲远和赵露丝 一同参演了偷偷藏不住的拍摄 为此开启了段家许和桑智新的篇章 而且自从桑智和段家许谈了恋爱 赵露丝和陈哲远也是越来越甜了 吻戏现场遭剧组全员起哄 害羞的陈哲远直接把头埋到了赵露丝的肩上 就问这一幕谁还没有磕到呀 而且更特别的是 怎么有女生给男生示范床戏动作的呀 直接上手然后撂倒摸脸 露丝啊你简直不要太懂 关键陈哲远你也不是第一次拍吻戏了吧 怎么到了露丝这还需要人叫 看看成天这效果 都不知道该说露丝交得好 还是说陈哲远你好会亲 当然还有发不会的见面吃醋 身边俩剧中的情敌 也难怪陈哲远当时特别注意形象 眼神还一直盯着露丝 不过如果画风能够一直这么甜蜜就好了 比如在滑冰场拍吻戏 露丝直接在线吐槽 人家在滑冰我们俩这这气 这一口方言顺流的 直接把气氛给带跑偏了 关键秀论爱的路上还碰见了领导 本来做个实习生 就挺不容易了 这下被逮住可不得挨一顿皮 当然最惨的还是我们马哥 自己好兄弟和自己妹妹谈恋爱 抓包现场别提多气人了 关键妹妹还先跟自己生气 小情侣直接当着马伯谦的面逼色 但你以为这样就算了 看到这里导演此刻默默发声 这俩黑心小情侣是不是有毛病 不过虽然片场中的赵露丝陈哲远奇奇怪怪 但顶不住正片中的两位甜蜜啊 而且偷偷藏不住 真的很好看 其实评判一部剧是否好看 是否正能量积极向上 央视的态度绝对是一大评判标准了 赵露丝 陈哲远领先主演的小甜剧 偷偷藏不住 播出期间 一直深受观众与央视主流媒体的喜爱 光看央视网闻于官博 对偷偷藏不住的安利 就感觉跟着追完了整部剧 剧里的高光与精华 央视网从未缺席一一安利 而且是有始有终 到了大结局当日 央视网又毫不吝啬地安利了一波 甚至还将安利的这条微博置顶了 点名了赵露丝陈哲远 发起了互动话题 偷偷藏不住后劲有多大 央视网也太懂观众的心思了 大结局了就是很让人不舍 网友一部温暖治愈的小甜剧 不需要多言语 就是看完后有很多感慨 网友 台词一下子想不起来 但是段家许和桑智 对彼此斥诚的爱意 互相体谅 互相依靠 互相鼓励 共化未来 共同成长的情谊感染了我 让我对生活和爱人 对家庭有了不一样的正向引导 它不仅仅是小甜剧 它还是一段良性关系的相处范本 网友没有勾心斗角 只有温暖治愈双向奔赴 再加上颜值超高演技在线的男女主 自然真挚细腻的表演 会让我一直重刷 说实话看完偷偷藏不住 后劲真的挺搭的 其实是很甜的一部剧 桑智就熟了过去的段家许 段家许圆了桑智年少的暗恋 最后两集可把网友给哭坏了 一听到Ost就想哭的那种 我治愈了他年少的伤口 他圆满了我青涩的初恋 打动人的是拨开阴霾干干净净走出来的段家许 也是纯洁无暇温暖世界的桑智 一部从头田到尾的小田剧 每天盼着更新 跟着桑智小女生视角 出于经验 重遇心动 再到确认心意后 偷偷藏在心心里 跟着段家许认清心意后 用美色诱惑人一点点攻陷指指 对指指小心翼翼哄着 碰在手上的珍宝 他所有的温柔 情话 耐心和爱 都给了这个认定的女孩 虽说桑智段家许 两个来自截然不同的家庭 但却拥有一样美好的品质 桑智的原生家庭 真的是太好了 父母给了他物质精神双浮游 这点真的很难得 所以他有底气 他有力量 他也很温暖 他有很多人在爱着他 他对段家许的爱 是隐忍和笃定的 这大概就是在爱里长大的孩子 才会有的吧 桑智虽然备受宠外长大 但是他学习上进 思想独立 有自己的主见 和明辨是非的能力 不是傻白甜 在知道暗恋对象 有女朋友时 能果断放下 不联系这点就很厉害 他的爱很成熟 虽然比段家许小那么多 却一直想保护他不受伤害 而不是只一味地接受爱 段家许的原生家庭很苦 但是他自己成长得很优秀 努力不怕吃苦 有责任心 对生活很有目标 且力争实现 知道自己家庭条件不好 但不会因此自卑 而是以此为动力 最后成就了一番事业 某名人说过人是不能选择出身 但走哪条人生路 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中间过程艰辛 但沿途风景值得 终点值得 他俩的爱是双向且成熟的 足够尊重对方 所以才会有好的结果 而且赵露丝和陈哲远 这两位演员有言有演技 完美诠释出了角色的品质与魅力 在剧情略显单薄的小田剧里 讲好故事 表达好爱情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既要演员拥有高颜值 又要有演技 两位做到了 既有偶像剧的美感 又有生活化的自然 演技是有层次有代入感的 赵露丝把少女心事 情愫暗用 小鹿乱撞 对是小慌张拿捏的恰到好处 真得狠狠共情代入了 剧情时间缓缓走 桑志真的在慢慢长大 变成亭亭玉力变得成熟 陈哲远自带破碎感 很好的演绎了某部分的段佳许 加上他本身的少年感 完美演绎出了从隐忍与痛苦 到一步步因丧之变的 开朗又明媚的段佳许 感谢陈哲远和赵露丝 没有你们默契地精湛的演技 这个故事不会吸引到这么多观众 也不会让大家有这么好的追剧体验 正如网友所说 生活已经很苦了 家点田不好吗 真的很喜欢这种双向奔赴 双向确认 彼此肯定对方坚定走下去的剧 一段从精神上开心 且嘴角不自觉上扬的剧 偷偷藏不住 做到了 这就够了吧 buyer看愿 照片 收督 crime 工作 有 冒